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解读的书叫好战略坏策略 最近几年,战略这个概念越来越流行 任何领域都要用到战略 销售是营销策略,数据处理是战略并购 说到增长策略,即使是简单的减价促销 也可以称之为低价策略 这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懂装懂 甚至连战略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胡乱地使用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战略并不是一句空话 也不是什么具体的目标或者行动计划 战略的真正含义是为应对重大挑战所采取的协调一致的反应 包括一系列的分析思想、方针、论据和行动 本书作者理查德·鲁梅尔特曾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任教多年 并担任全球知名跨国公司的管理顾问 积累了丰富的商业战略和企业管理经验 具有深刻的战略洞察力 世界咨询界的乔楚、麦肯锡、McKinsey 将其描述为战略领域的战略家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理查德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地位 多年从事咨询工作的他发现 好的策略很少,很少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声称拥有策略 但实际上却是谎言 甚至世界500强企业中 很多领导人都信奉糟糕的策略 他们往往回避棘手的关键问题 通过提出一些宏伟的目标 远景和价值观来掩盖战略的根本 这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在书中 理查德首先讲到了 世界500强企业中最常见的坏战略 分析了什么是坏的战略 以及为什么坏的策略普遍存在 当你具备了判断坏策略的能力后 再详细告诉你什么是好策略 以及如何像一个有远见着实的战略家一样 制定好的战略 好吧 让我们先说说 什么是坏的策略吧 坏 这个词太抽象了 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一种策略不好 理查德总结出四大坏策略的特点 下面我们将逐一说明 第一个特点就是空话 空话是用华丽而深奥的词汇 伪装成战略语言 听起来很厉害 但本质上就是胡说八道 比如一家零售银行在战略备忘录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公司的基本战略是发挥客户导向的中介作用 仔细想想 所谓的中介作用其实就是吸收存款 然后借钱给借款人 任何银行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所以这句话根本就是在忽悠它 意思就是我们银行的基本战略 就是要成为真正的高水平银行 那就是把复杂的概念变得简单易懂 这些糟糕的策略都是强行堆砌起来的 没有必要的 复杂的表达方式 试图掩盖内容的缺失 第二个糟糕的策略 就是没有正确的识别挑战 对于企业而言 战略应该是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应对挑战的力气 但糟糕的战略不能识别真正的挑战 即使在全面 债务时也只是隔靴搔痒 徒劳无功 甚至会把企业推向危险境地 例如雷曼兄弟 Leman Brothers 曾是华尔街最好的投行之一 连续40年来 他一直是美国抵押债券业务的领头羊 到2006年 市场出现一些紧张迹象 房价上涨势头戛然而止 美联储提高利率 使得大量贷款买房者无力偿还贷款 房屋被没收 面对这种形式 雷曼当时采取的策略 就是保持比同行更快的增长速度 继续抢占市场份额 简单地说 就是继续提高风险 接受那些被其他银行拒绝的高风险贷款申请人 很显然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战术 没有意识到挑战的存在 在当时的情况下 市场已经承受不住大量抵押债券的巨大风险 随时都有崩盘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采取降低风险的策略是明智的 当时 雷曼兄弟的战略失误 使这家有着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灰飞烟灭 再看看第三个坏策略 把目标当成策略 很多糟糕的策略只是笼统的美好愿景 只有令人振奋的利润数字 却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来克服困难 这种策略也是一种糟糕的策略 比如一家公司未来三五年 要占据40%的市场份额 可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营目标 也是公司短期内努力的方向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因为这个计划中并没有提到如何扩大市场份额 公司里的每一个部门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这40% 要达到这一目标 可能需要产品创新 开拓新的销售渠道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深入挖掘竞争环境变化等 企业资源有限 战略的价值在于 它能指出哪条路径最有效 公司上下齐心协力 沿着这条路奋斗都达不到 再好听的目标也是白大 坏策略的最后一个 特点就是缺乏战略目标 虽然战略本身并不是目的 但是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 也需要制定具体的目标 如果把战略比作一盘棋 那么目标就是棋局 一步步引导全局 好的战略应该包括关键的 优先的 主导的目标 以及它自身的小目标 但在很多糟糕的战略中 战略目标往往都是杂乱无章的 比如说 一些企业的战略目标 就是一张长长的清单 上面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各个部门的目标和计划 比如开发新的产品线 增加销售额 提高资产投资回报率 以及与地方政府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等等 这种杂乱无章的战略目标 正是坏策略的典型特征 那么 我们究竟需要哪些战略目标呢 首先要保证 每个目标都是必须的 否则就是浪费资源 其次 在战略目标中也要分清轻重缓急 先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关键目标上 因为一旦实现了这些目标 它所带来的结果将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小目标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坏策略的四个特点 第一句话只是一句空话 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 不敢直面挑战 无法判断形式 第三点是错误的 把目标当成战略与实际执行的关系 最后一种策略目标很差 目标杂乱无章 没有主次 如果策略中有一项或多项特征 那么你可以肯定这是个糟糕的策略 那么 为什么糟糕的策略会遍地开花呢 具体而言 坏策略之所以普遍存在 可以归结为三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选择的困难和痛苦 因为资源是稀缺的 有限的资源只能用来完成有限的目标 制定战略最难的地方 就是权衡利弊 也就是说 当你选择了一条路的时候 你就会放弃其他的路 这些被抛弃的战略 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甚至得到了大部分高层的支持 当领导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 在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关者之间 做出选择时 就会产生坏的策略 第二个坏策略之所以普遍存在 是因为战略模板的诱惑 现在市场上充斥着 大量的管理理论和工具 这些理论和工具教人们 如何设定任务 愿景 策略和任务 从路边的服装店 到高档写字楼里的科技公司 都愿意用这种模板来做战略 这些模板 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 去分析真正的挑战和机会 你只需要把愿景 使命和价值策略 填在表格的空白处 还有比这更方便的方法吗 而且愿景使命这些方面 都是抽象的 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利益 这种现成模板 带来的便利代价是 大量生产的内容 都是无用的糟糕策略 比如很多公司都喜欢用主流 或者知名的词语 来定位自己 市场上超过一半的企业价值 都包含着创新 卓越 以人为本之类的空洞词汇 第三个原因就是心灵鸡汤的流行 大量的励志书籍和成功书籍 宣扬精神的力量 主张得到的就是思想 这种思想也延伸到战略层面 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式 换句话来说 就是企业共同的愿景 把企业的成功归因于精神层面 一旦相信了这种迷信的精神力量 就无法仔细地分析 和思考外部的客观事实 这无疑是一个糟糕的策略 现在有能力识别坏的策略 并且洞察坏的策略 普遍出现的原因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本书的核心内容 什么是好的战略 以及如何制定好的战略 所有优秀的战略 都包含三大核心要素 调查、分析、指导方针和连贯性活动 其中调查分析是通过掌握形式 来识别和解释挑战的性质 这就像是 去医院看医生 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症状和病史 做出诊断 通过出色的分析 判断出目前的情况 看起来很复杂的事情 现在却变得简单明了起来 再看一下指南 指导方针是为解决前一阶段调查分析 确定的障碍 而制定的整体战略 这就像是医生给病人制定的治疗方案一样 比如住院治疗是一项指导原则 它的作用类似于高速公路上的护栏 它引导人们朝着特定的方向行动 但是却没有明确的定义 最后的核心要素是连贯性的活动 这些活动是一系列执行准则的措施 各种活动相互协调 就拿看病来说吧 医生开具体的处方 指导你按时吃药 清淡饮食 定期复查 这些都是连贯的活动 不同的动作配合在一起 所产生的效果远比单个动作要好得多 这就像算术里的乘法一样 可以产生数倍的效果 说完了好的战略 该怎么做呢 这个方法和前面提到的三大要素是一致的分为三个步骤 一是对形式的分析 二是选择整体指导方针 三是设计连贯的行动计划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三步 先看第一步的分析 这一步骤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弄清楚目前的情况 目前的形式可能错综复杂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问题简化 突出重点 找出关键点 举例来说 在2008年 星巴克陷入困境 单个门店的销售增长停滞或放缓 利润率下降 资产收益率有原来的14%降至5.5% 这其实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公司 迟早会遇到的问题 市场饱和之后 扩张速度会慢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 星巴克的高管们各有各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 消费者的品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而挑战就在消费者的预期管理上 另一些人则认为 国内市场已饱和 面临的挑战是急需开拓新的市场增长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竞争对手的咖啡品质和消费环境 也得到了改善 而竞争优势却在不断减弱 这种形式分析并不要求一语重地 直接找出问题所在 而是通过分析推理把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化 突出重点 以星巴克为例 消费者期望外部增长点与竞争优势为例 分别指出三个方面 这就像是不同科室的医生在诊断复杂的病人一样 这样的简化能使人们了解情况 并进一步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其次 分析形式也需要识别变化和发现机会 要想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就必须抓住变化的大潮 一般而言 一股变革浪潮 可以打破现有的竞争格局 释放出新的力量 谁能抓住这股力量 谁就是弄潮 当发生变化的时候 大多数人只关注变化 带来的主要影响 比如电视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明的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预见 未来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台电视机 看电视将成为家庭娱乐活动 不过 仅仅看到这一层是远远不够的 通过这些表象 你可以了解这场变革 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变化 免费的电视娱乐节目 肯定会和那些需要 花钱买票的电影竞争得很激烈 与此同时 一批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也意识到了这一变化 纷纷开始拓展新业务 研发新技术 比如 哥伦比亚公司通过其子公司将以前的电影卖给电视台 并且通过电视台将其制作成电视片 从而成为好莱坞第一家与电视结合的大型公司 福克斯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来研究宽屏的商业应用 与此同时 华纳兄弟开始尝试拍摄3D电影 这些敏锐地捕捉到变革的电影公司都成为了业内的佼佼者 这是遇见变化 抓住机会的力量 下一步是制定战略第二步 选择整体指导方针 良好的指导方针 能够利用现有的优势 甚至创造优势 克服形式 分析所瞄准的障碍 选择准则有两个技巧 一是利用优势 二是利用杠杆 首先来说说调剂的优势 举个例子 派克比在上个世纪中叶一直是钢笔市场的霸主 正当派克春风得意之时 拜罗兄弟发明了圆珠笔 圆珠笔比比钢笔便宜又方便 一经问世便广受欢迎 导致派克比销量大跌 几近破产 当时 欧洲派克首席执行官马克利 开始重塑派克钢笔的形象 他削减了派克比的产量 把原来的销售价格提高了30% 同时增加了广告预算 把派克比包装成社会地位的标志 派克公司生产的钢笔 做工精细 成本高 价格自然比不上圆珠笔 因此 派克决定用高质量 高品位的优势 来与廉价易得的圆珠笔进行竞争 基于这样的定位 派克成为全球优质书写工具的领导者 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别人的短处 再来看第二招 巧用杠杆 你一定听过阿基米德说过的话 只要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 和足够牢固的支点 我就能把地球撬开 如果你能够巧妙地找到一个支点 并且集中力量在这个支点上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正确的方向 哪怕只是一丝微不足道的力量 都可以让资源的效率和效率成倍的提升 风靡日本的711便利店 在战略上也是一把好手 他们发现 日本消费者的口味非常多样化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日本的软饮料品牌超过200个 每周都有大量的新品牌涌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711便利店抓住了消费者偏好这一关键点 为了发挥战略杠杆作用 他们建立了一套收集信息的机制 从便利店经理和员工那里收集消费者的喜好 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快速地购买或者生产相应的产品 只要找到关键的支点 战略就会发挥出惊人的作用 现在进入制定好战略的最后一步 设计连贯的行动计划 打造一个紧密相连 环环相扣的体系 宜家家居公司的战略正是如此 在设计和生产环节 宜家拥有一支优秀的设计团队 他们控制着产品的设计 造型和材料 这些核心技术 只是把生产流程外包出去 这样既保证了产品设计的独特性 又保证了价格上的亲民 在销售方面 如果你曾经在一家店购物过 你会发现没有热情的导购员 你去触摸适用的感觉 就是他的广告一家自助体验购物模式 因为在最后一次生产中 对品质和价格有信心 在售后方面 如果你曾经购买过像一家 这样的柜子床之类的家具 那么你就会知道 这些大型家具都需要自己组装 这种拼装方式 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库存成本 使顾客可以自己开车把家具送回家 这与销售环节的自助购物模式如出一辙 也与一家位于郊区 库存充足 停车位充足有关 另外一家拥有全球物流系统 可以保证仓库里有充足的货源 你看一家家居从设计零售到物流 很多战略环环相扣 内涵连贯性 如果竞争对手只是模仿其中的一种 或者几种策略 是不可能抢走一家的市场的 正是因为这些措施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 一家的独特战略才能在50年内被复制 好了 好的战略的核心要素和三个步骤 我已经给您介绍过了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好的战略是建立在充分论证基础上的连贯性活动 所有优秀的战略都包含调查 分析指导和连贯性活动三大核心要素 这不仅需要简化问题 突出重点 而且需要有良好的洞察力 来识别变化和发现机会 二是选择整体指导原则 你可以灵活运用 调动自己的优势 或者巧妙地运用杠杆 三是设计连贯性的行动计划 这需要精心设计每一个战略环节 使每一个环节紧密配合 相辅相成 这本书的内容 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虽然作者的观点和案例 都是以商业战略为基础的 但是核心还是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 当你拥有洞察表象 洞察本质的分析能力 敏锐的洞察力 以及整合系统的能力时 你同样可以成为本领域的战略家 下词